咱们接着说《凡人修仙传》第五百一十回 韩丽虽然没有这个读心术 但是啊 他对南龙侯二人的心思却猜得七七八八 刚才在斩杀火蝉的争斗中 这两个人身为元英妻的修士 明显没出什么权力 几乎全靠他一个人的神通灭杀死兽 故而一斩下这火蝉兽的头颅之后 韩丽表面上一切如常啊 可实际上却早已对这两个人提高了数倍的警惕 以防这两个人一时的立志令婚 做出什么蠢事来 如今再见到两个人脸色一阵异样 但瞬间恢复正常之后 那么韩丽呢心中倒是松了口气 他虽然不怕和这二人争斗 但是呢能不用动手 不用冒风险 哎自然是最好 韩丽当即冲着水墓一招手 那颗火红的腰单 嗖的一声击射而出 飞到韩丽的手心里 而那两口飞剑呢 则一阵清明声之后 自行分解开来 化为十余口小剑 同样的飞射而回 没入袖中 不见了踪影 韩丽低着头 看着手中这个红色的腰单啊 长长的出了口气 此行入骨的目的 总算达成了其中一项 这个时候 南龙侯忽然笑着开口了 这一次能灭杀此蝉 多亏了韩导游啊 不过 我等先去朝学看看吧 想必韩兄 对遗骸上的宝物 也大感兴趣啊 韩丽把腰单一收 不动声色点点头 嗯 这个自然 鲁姓老者听到二人之言 自然脸上大喜 随即啊 三个人把附近的法针一收 直往飓风下的山洞去了 说起来 韩丽倒不是没打这个 把银月悄悄先放出来 进洞寻宝的主意 但是 这两个人也都是老奸巨华之辈 始终对韩丽注意非常 再加上呢 他们的修为比韩丽还高一筹 若是没有任何掩护的放出银月来 十有八九 瞒不过这两人的神识 而那句上古修士一孩呢 似乎有些古怪 韩丽也有其他方面的忌惮 故而呢 略以思量打消了这个念头 三个人锁化三道惊鸿 转瞬间到了洞口处 并毫不停留地飞顿而入 一见到那座熔岩湖之后 南笼侯二人一正 但随即若无其事地四下打量一遍 但是两个人只是略微 在这个湖岸四周略一扫过 目光就落到了石台上的那具 轻袍包裹的古修遗骸 两个人神色惊喜起来 看来这就是苍昆上人所说的遗骸了 两位导游 我等一起过去吧 韩丽和老者自然不会拒绝 三个人立刻掠过熔岩湖 直接飞射到对面的石台前 站在离石台三四丈远的地方 韩丽再次打量下 石台上的骨骸露出一丝 奈未之色来 南笼侯和鲁星老者没有客气 一等站稳了身形啊 立刻用神石一洒探出 想搜索此宝物具体位置再说 韩丽见此嘴角微微一翘 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 却没有多说什么 早已知道那件骨袍 古怪的他 可不介意让这两个人亲自感受一下啊 果然这两个人神石方向向那具骨骸照去 就轻的光滑从袍上大放 一下啊 把这两个人神石反弹开来 从未遇到这种事情的南笼侯和老者 不禁惊了轻疑一声 哎 这件袍子有些古怪呀 没什么古怪的 只是一件青残袍而已 是一种由上古灵残 吐司编制而成 可以抵挡修士神石探查 在如今的修仙界 虽然是个稀罕之物 但据说在上古时期 却是平凡之物啊 南笼侯随后单手往身前的虚空一抓 轻袍一抖之下 顿时化作一片青光 直接脱离骨骸 飞入了南笼侯的手里 如此一来 那具骨骸自然就露出来了 一只小巧的乌黑色的皮袋 缠在他腰间的骨骼处 果然有除物袋 这鲁星老者欢喜得满面放光 而南笼侯呢 同样有些兴奋的 把手中的青袍随意往旁边地上一扔 盯着那只黑色除物袋 眼睛一眨不眨 而原本神色淡然的韩丽 在一听到青袍落地的声音之后 脸色微微一变 但随即恢复如初 在气氛 木然紧张的情况下 南笼侯向韩丽和老者笑了笑 忽然开口建议 两位道友若是放心 就由本侯去看看代中之宝物 不知意下如何 韩丽瞅了瞅那皮带子轻笑地回答 当然可以 就由南笼兄过去看看吧 这 好吧 南笼侯几步上前 把那只橱袋小心地拿起来 并用神石往里边大概一扫 脸上毫无表情 鲁卫英见此情情忍不住说道 南笼兄 这里边到底是何物啊 南笼侯文言 点点头 随即单手一翻呢 手中橱袋立刻袋口朝下 一片白光翻卷 一大堆东西滴滥滥滥的 在地上显露出来 一看清眼前之物 这老者不禁吃惊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啊 只见眼前大部分东西都是一块块泛着红光的赤红铁块 各个炙热烧人 那看似不太寻常 而除此之外呢 还有另外几件东西比较惹眼 一件白的玉盒 一面紫色小镜 还有一口黄色小剑 一套墨绿色的飞针 两个乌黑色的药瓶 看到这些个东西啊 韩露半眯起双目 神色为之一动 而这几样东西除了玉盒和药瓶之外 其余一看都是不同寻常的古堡 至于玉盒和药瓶里的东西 自然更加引起了韩露的兴趣 因为刚才神识一扫之下呀 也不知道玉盒和药瓶是用荷物炼制过的 她的神识竟然不能强行地侵入其中 韩露眉头一皱 有些不太肯定的样子 不清楚 从未见过此种材料 但好像是经过计炼过的半成品 南龙侯粗略地一想 说是半成品倒也不算错 若是没有猜错的话 这些铁块应该是传闻中的灵料了 是古修士用来炼制古堡的特殊的材料 听说炼制之法有些特殊 大多会用一些珍稀材料结合天地之力来形成灵料 这些应该是此名古修想要炼制厉害的火属性古堡 才会依次携带如此之多呀 灵料 一听这个名字 韩露立刻想起了 在那本古典集中提到过这个名字 略以细想之下 就得到了和南龙侯一样的资料 的确是难得的炼制古堡的某种材料 似乎用此材料炼制出来的古堡啊 这个威力都非同小可 鲁兴老者听了这个解释 脸上露出了不感兴趣之色 目光在其他宝物上一转 落在了浴盒和药瓶上 这个时候南龙侯一抬手 把手中这个雾袋扔了过来 韩露下意识地接触 先是医症 但随即就明白了对方的用意 也就不客气地颠了颠 在飞快地用神石 扫尸了一遍袋内情况 又把袋子扔给了鲁兴老者 这老者略意检查 点点头表示没有问题 随即把这个袋子呢 往地上一扔 这些宝物 我等如何划分呢 难道就一人拿走两件 鲁卫英嘴角一动 终于问出了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脸带一丝凝重 韩霓目光闪动几下淡淡地说道 难道鲁兄另有什么分配之法吗 若是那玉盒和药瓶也是古宝 我们三人一人拿走两件宝物 毫无问题 但现在玉盒和药瓶之中 玉盒药瓶中我们还不知道是何物啊 南龙侯突然插嘴 说出了貌似公正的话 我们自然要先打开一看 再区分价值大小而分饱了 鲁兴老者文言 眉头皱了皱 随即连连点头 嗯 老夫也是这个意思 不知韩道友意下如何 韩霓几乎没有考虑就此说道 在下没有意见 就依两位道友所言吧 听到韩霓这么痛快 南龙侯很满意 韩道友如此爽快 那本侯就看看里边到底是何物了 当即他一伸手 白色玉盒骚的一声 飞到他手里 随后呢 往这个玉盒上反手一拍 就要打开盒盖 可是就在手掌接触盒盖的瞬间呢 忽然白光一闪 一层白霞浮现而出 一下把手掌反弹开来 嗯 这盒子竟也被下了禁止 南龙侯一正 但略微一沉吟呢 就手上金光闪动的 在抓向盒盖 这一次啊 对还有白色霞光冒出 金光白霞一时间交织在一起 但片刻之后 霞光明显抵不过金光闪烁的手掌 被金手呢 缓缓地抓到盖子上 强行地把这盒盖打开了 白色霞光顿时溃散地不见踪影 韩丽的目光一宁立刻看到盒中之物 竟是一块微微发黄的古老的玉碱 在鲁姓老者诧异的目光中 南龙侯犹豫了一下 还是伸出两根手指 把这玉碱轻轻夹出 将其放额头上一贴 刹那间呢 其神识就玉碱中的东西一扫而过 脸上露出诧异之色来 南龙侯为了避嫌 很快把玉碱拿开 然后抛给韩丽 两位道友也来看看吧 韩丽神色一动 结果玉碱同样神识进入其中 但片刻之后 他眉头不经意地一皱 又把这玉碱呢 扔给了鲁姓老者 鲁卫英匆匆地扫尸了一下 玉碱中的东西 老者尚未看完 嘴角一动难难地说道 七雁扇 这是什么古堡啊 从未听说过 这古堡很厉害吗 这可就不清楚了 不过如此郑重地 把炼制方法 寄入这玉碱之中 而且所用材料 大都是灵料之类的东西 应该很厉害吧 就算再厉害也没什么用 炼制磁宝所需灵料 也太多了些了 虽然上面也有 灵料的炼制方法 但竟需要 81种活属性灵料 融合炼制 还有如此多的辅料 其中一些 在这一界早已绝技 这玉碱在如今 根本是秘类之物 只能用于炼器上的研究 使用了 南龙侯笑了笑 脸上倒也露出 颇以为然的神色 把那玉碱呢 漫不静心地 重新放入玉盒之中 韩力这时候也觉得 这个玉碱没用 但是脑海中突然想起了 银乐 惊喜之极的话语 气焰善 主人 这玉碱中真记载了 此宝的炼制之法吗 韩力文言心中一动 随即传音 不错 正是叫这个名字 怎么 你知道此古堡 主人 若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七雁碱善 是通天灵宝之一 虽然它的排名 在通天灵宝中 似乎极低 几乎是倒数几位的样子 银乐的声音 有些颤抖 情不自禁 通天灵宝 一听这话 韩力吓了一跳 不禁震住了 这银乐的话刚说完 大眼神君 也在韩力的脑海中 兴奋的嚷嚷 什么什么 这个七雁碱善 是通天灵宝 那词遇见 一定要得到了 老夫早就想研究一下 通天灵宝 如今竟有炼制之法 真是再好不过了 你几个老怪物 忽然插什么嘴 银乐听到大眼神君的话 声音一冷 没有好气 你这小狐妖 还是对当日之事 记恨在心哪 老夫只是从未见过 有灵智的气灵 这才提出要借你 研究一二 你的主人 不是没答应吗 你 好了 银乐 此事早已过去多时 不用挂在心上了 倒是前辈竟然也知道通天灵宝 这都让晚辈有些意外了 不过现在不是详谈之事 什么事情 等以后再说吧 韩丽冷冷地说完 然后目光放回地面上的 玉盒上一转 就看到啊 南龙侯已经把两个黑色药瓶 拿在手里了 正打开瓶盖 银乐立刻拾去的眼齐息鼓 而大眼神君呢 虽然觉得有些不快 但毕竟现在受制于韩丽啊 也只能嘟囔两句 同样不识声的 黑色药瓶刚一打开 一股清香从这瓶中散发出来 韩丽只闻了一口 就觉得浑身舒泰 精神不尽一震 南龙侯从瓶中 倒出一枚翠绿玉滴的药丸 倾托在手里 痴疑地自语 这好像不是最常见的 几种上古灵丹啊 不知道是什么灵药 但肯定不是有害的毒药 必须回去找点击 仔细地查查看了 鲁兴老者眼中一动 盯着药丸缓缓地说道 药瓶中有几颗 就只有一颗 看来是珍稀类的古灵丹啊 鲁卫英的声音急促起来 再看看另一个药瓶啊 嗯 南龙侯文言点点头 把这个丹药呢 重新装回瓶子 又把另一个药瓶打开了 倒出了一模一样的另一枚绿色的丹药 这一下南龙侯和鲁兴老者都有些面面相去起来 韩丽看到这里笑了笑 悠悠地问道 看来这次收获还算不错 有三件古堡 两枚不知名的丹药 以及一份古堡炼制的方法 两位道友打算如何分配啊 南龙侯看了看手中两个药瓶 抬头对韩丽平静地说道 这两名丹药 固然不知道是何种丹丹 但是想必韩道友也知道 我二人入股的主要目的 就是寻找丹丹妙药 这两枚丹丹 我和鲁道友打算一人一枚 姑且算是分到一枚宝物了 韩道友可以从剩下的古堡中 优先挑选一件 道友没什么意见吧 韩丽听了这话 眉头微微一皱 看来看地上的几件古堡 韩丽摸摸下巴轻轻摇头 这古灵丹的价值不用我说 两位道友也是知道的 说实话 在下宁愿不要古堡 也想分得其中一粒呢 说不定可以令自己的修为大尽 这 这 一听韩丽这话 南龙侯 鲁卫英顿时神情大变 现出紧张 南龙侯脸上阴晴不定 强笑道 韩道友年纪轻轻 何必和我等两个受缘将近之人 争抢着两粒灵药呢 一道有短短时间 进解园英期的资质 以后进入无上大道 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哎 年纪轻轻 和想要分得丹药 根本是两码子事 能有机缘就在眼前 韩某自然要全力争取一下了 在下也可以放弃其他所有的宝物 只要这两枚灵丹 说实话 普通的古宝 韩某可并不缺少 鲁星老者见韩丽似乎势在必得 心中一着急啊 咬牙说出下边的话来 韩兄说笑了 这灵丹 我二人怎可能随手放弃 要不这样吧 只要韩兄肯放弃灵丹 其余的宝物 我们可以让韩兄 优先挑取一件 剩下的东西 我们再平分了去 这总可以了吧 南龙兄 你说呢 南龙侯闻听此言呢 眉头紧皱 但随即苦笑 只要韩兄肯放弃这些灵丹 可以让韩道友 先挑选两件宝物 说出这番话的南龙侯 脸上有一丝不舍 毕竟先前经过木兰草原一行 他的古堡几乎都在被鬼灵门 一干人围攻中 浑水殆尽 对面前这些即将到手的古堡 自然大为的不舍 不过若是为了古灵丹的话 孰轻孰众 他可分得很清楚啊 谢谢大家